热血同光 急鼓开始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市议员王孝伟 陈又诚 劝梅沙 与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廖全平等人热情急鼓下 内科千人奸血活动正式起跑 这项迈入第11届的公益活动 从7月31号起 1年2天 在内科园区31处地点设立奸血站 肖木得四千代谢 第一次的奸血 我们大约只有13家的企业来参与 到今年的演艺分 第十届级办已经有超过30多家的企业来奸血 那一年两次的奸血 我们总共累积下来 有17200位左右的民众来参与奸血 总共奸出了25200代的血液 来给台湾奸血中心 这一次的千年奸血活动 我们目标是4000代 那我希望第二天就能达标 因为我马上要现任了 我们的下一任理事长 我相信他可以达到6000代 为了鼓励员工婉秀捐热血 内科园区各企业无不卯足全力祭出各项大奖 甚至还有捐血送龙虾 每一个人都想办法要吸引 因为成为嘉年华 所以有送家电 有送礼券 甚至捐血还送龙虾 所以我们已经让我们的整个捐血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台湾血液基金会方面表示 受到凯米台风来袭造成提曼尼克 加上呼吸道疾病流息等医疏影响 目前全台血液库程量剩不到5天 台北市长蒋万也大声急呼 号召大家一起晚秀捐血助人 前一阵子因为台风来 中南部造成严重的灾起 那很多县市也停班停课 再加上最近 其实我们呼吸道的疫情一直持续 所以 我们包括台湾血液基金会 统计 目前我们全台湾血液的库存量 只剩下4.9天 低于我们安全库存量7到10天 各血型的库存量都是偏低的指标 所以非常需要我们内科所有 充满热血的年轻朋友各位伙伴 挽起袖子伸出手臂 捐出热血救人一命好不好 这场捐血活动不仅获得内湖科技园区 各家企业踊跃响应支持 连内湖民众都热情加入 曾经有捐血过 那觉得捐血是可以帮助人的事 今天我是第一次挑战捐500cc 除了举办捐血活动 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也计划8月16号 在大港前公园举办加年华会 想鼓励内科企业分流上下班 以疏解内科拥塞的交通 大家都知道内科的交通 尤其小周末特别塞 所以我们希望鼓励内科的企业 分流上下班 早一点来 来到内科看看书 或是到我们两个河滨公园 河滨公园的早上也很漂亮 或是享受美食咖啡的早餐 那在小周末呢 我们也希望他晚一点离开 我们的运动中心 大型的运动中心在内科地区有13家 我们还有一家教室 运动一下拉拉筋 来看看节目表演 或是我们的七餐七相 再来内科的 现在有很多的网络知名的餐厅 用完晚餐再回去 让我们的交通更昏流 更粗畅 这个是我们内科协会 目前要提倡 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积极的做法 也获得台北市长讲完的肯定 期盼公司协力 共同改善内湖交通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